双世宠妃2正在肉搏中 剧中现代的墨连城穿越回到了东越国 化身谋是刘伤陪伴在曲小谭的身边 古代的墨连城发现了刘伤很多地方存在问题 在墨连城的逼问下 刘伤将真相告诉了墨连城 墨连城一开始是吓了一跳 之后还是和刘伤和睦相处了 墨连城和刘伤的互动越来越亲密 搞得曲小谭还以为两个人在搞鸡 因为同一个时空出现了两个墨连城 所以穿越过来的刘伤身体出现了问题 为了帮助刘伤 墨连城找到了刘企水 之后墨连城和刘伤合而为一 墨连城也有了以往的记忆 想起了和曲小谭在现代经历过的事情 刘伦以为这一下子两个人可以幸福快乐在一起了 却不料出现了一个情敌 这个人就是邻国公主兰叶兮 兰叶兮是邻国皇帝最宠爱的公主 因此兰叶兮有着很大的说话权 此次兰叶兮来到了冬越国 为的就是寻找一个人联姻 兰叶兮一来到冬越国就爱上了墨连城 想要和墨连城成亲 墨连城也知道 目前冬越国局势危急 如果不和邻国联姻将会出现很大的麻烦 所以墨连城只能暂时不反对 还和兰叶兮走到了一起 曲小谭看到恢复记忆的墨连城 还是和别的女人走到了一起 完全接受不了 她激动不已 霸气宣布主权 墨连城是我的男人 其实墨连城会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 皇宫中有个世大的独孤贵妃 朝党上有个盯着皇位的墨一怀 如果邻国入侵 冬越国根本就没有抵抗的能力 身为八王爷 墨连城有义务守护冬越国 保证冬越国子民的安全 在后面的剧情里 刘千水发现了曲小谭是郑魂珠的宿主 于是就把曲小谭带到了玄陵大陆 为墨连城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 在大结局的时候 墨连城和曲小谭解决了一切问题 两个人幸福在一起了 一起追剧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